今天我來到本拿比這個公園 有幾年都沒有過來走過 相信這個公園對於溫哥華本地市民來說 都很熟悉的 我記得以前這個公園旁邊都比較荒涼 但近二、三十年附近建了很多公寓 現在都變得很熱鬧 能夠在溫市裏面保持一個這麼圓生態的公園 都很難得 相信很多附近的居民都會早上一早就來這裡神運 來這裡跑步、放狗 你看到處都是一些古樹參天的松林、森林 我覺得真的很方便市民來這裡神運園 又走出去Kingsway那邊去喝茶 所以這個公園都很多人喜歡過來玩的 這個公園還有一個哥爾夫球場 這個山欄裡那個就是哥爾夫球場 有很多市民有耐性、有時間 帶球桿過來就可以玩的 其實在加拿大哥爾夫運動 打哥爾夫不是一種有錢人的專利運動 其實很多是平民化 你打一個上咒可能都是七十多 一百元左右 只要你有這樣的興趣 打開你的哥爾夫就可以過來玩的了 這邊就是哥爾夫球場的入口 很多人就停車在附近的免費停車場 就可以拖著球桿 進去球場打球 這個公園現在旁邊都建了很多民居 聽說很多居民都有投訴 因為這個公園的松林很密 你看這些古樹參天 我想這些樹都上幾百年了 裡面這些松林有很多那些果子來 晚上那些果子來就一家大小 走去一些居民的後院、前院那裡 去拿東西吃 所以有好有不好 近住公園 但是動物的東西你都沒有辦法去控制 他給大家去看 天啊 走可以去哪幾個 他說一頓 他才會建立 他說他不是說他 他不 provin一會 他不 staat 他不敢說他不敢說他 你買它 这个公园还有两个大的祠堂 有看到很多鸭仔、鸳鸦、甚至海鸥 在这里棲息 有空在祠堂边坐一坐 我找了木椅子就会看到小动物、鸭仔 有很多人在这里放遥控的帆船 这些应该是发烧友来的 有时候慢慢观察这边有些水鸭 可能中国人叫它鸳鸯 一双一对,一痴一虹 一双一对在祠堂玩游易 其实它们都很专一 你看它一双一双分得很清楚 有时候你慢慢观察小动物、鸭仔 你都会是心亢神异 有很多人面对目前有很多问题都很心烦气躁 其实有时候跳开出来 我建议是不是去一些大自然的地方 去让自己去舒缓一下 我觉得是比较对自己好一点 也挺容易地 但是我把它使用了 就是放开 用这个鸭身 去维持 水鸭唇 到冬天落大雪的时候 这个池塘会结一些薄冰 附近的高大的树和松林都挂满雪 也是另一番风景 所以冬天也有很多人来看大自然的风景 这些鸭仔到时候很少见到鸭仔 他们就会向南飞 很多时他们也会飞去一些南部的地方 比较温暖的地方 下去美国、墨西哥 冬天比较少见到鸭仔 是的 非常有趣 那是有趣的 公园有小鸭, 还有小蟲 他不怕人的 他見到你經過 他就撲出來 跟著你 問你拿東西吃 兩個手合起來 請請問你拿東西吃 也很奇怪 我想 可能這個公園 游人很多時候帶些花生 帶些合桃 帶些奈士 有些果仁 餵開這些蟲鼠 所以這些蟲鼠吃得肥嘟嘟 他知道有人過來 又扔東西給他吃 所以他越來越多 繁殖到滿地都是 但是你差不多走兩三步 又見他衝出來 看著你 站在腳邊 想問你拿東西吃 那樣子很奇怪 這個公園 簡直是小松鼠的樂園 你看 到處都可以看到他 拿到這麼近的鏡頭 他不會理你 他照著著一些花生 吃 吃完他又看著你 還有沒有 很趣 真的很可愛 儘管現在很多人都要留在家裡 但是偶爾出來公園走一走 或者去郊野公園走一走 我覺得也是會令自己的心情更開心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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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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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